现场的菩萨以及网路上的法师菩萨们 奥陀佛 很高兴这一次在若干年后 还能再到旧金山峰会新道场 来跟诸位以法来相会 以法来结缘 我们这一期的课程 只有三次 加起来的话是八个小时 那也就是这个weekend 今天礼拜六礼拜天 总共是三次的课程 那我们要介绍的主题是 三十七道评讲记 那也就是师父的 圣言师父的这一本书 那三十七道评讲记 我又给他一个副标题 叫做追随觉者的足迹 觉者也就是什么 已经觉悟的人 已经觉悟的人是谁 那就是佛陀 那就是不他 已经觉悟的人 我们追随已经觉悟的人 已经觉悟的圣者的修行的脚步 累积菩提之良的脚步 而我们也跟着走 走向哪里 走向觉悟的道路 而最终能够到达觉悟的 觉悟的境地 觉悟的最终目标 这是我们这一次三次课程的主题 那刚提到用的师父的这本讲记啊 是圣言师父在1999年到2003年 在冬初禅室 纽约冬初禅室的开示 整理成的 原来是单篇单篇的 那那个近几年才把它结集成一整册 那就叫做三字七道评讲记 那希望透过这个课程呢 一方面介绍 如何通往觉悟的道路 同时也希望对我们的修行 修学能够建立正确 而比较整体的概念 那同时也能够按照 那个师父的开示 以及我的导读 而能够练习着 由自己观念的厘清建立 而进一步的遵循这样子的 方法来实践 那刚刚我们给诸位写的几个题目啊 那不管你过去曾经是否听过 那已经听过的话 你就当成温故 没听过的话那就是知心 透过温故知心呢 我们希望能够对我们的修学 能够有更具体而正向的帮助 好 那因为只有三次的课程啊 要把整个三十七道评都介绍完是不太可能 那我的安排呢 预计今天就整体三十七道评的导读 也就是整体的来简要介绍 三十七道评的相关问题 那接着明后天呢 有六个小时 以介绍 三十七道评的第一大类的四面处为主 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那么就接着往下介绍 如果时间不够那至少我们希望能够把三十七道评的四面处介绍完 所以下面的话我们就来进行三十七道评的导演 也就是跟三十七道评相关的一些知识问题 好 道品 刚刚问道品是什么意思 道品 幻文是道用的是Bodhi 品用的是Pachika 所以合起来的话是Bodhi Pachika 那Bodhi是什么意思 Bodhi常常听到的菩提 菩提 菩提 原来的意思 也就是觉醒的意思 Bodhi跟 佛陀 Bodhi 同样的 与此来言都是 觉醒的意思 也就是 从睡梦中 醒过来 或者是从 明的状态 觉醒过来 觉悟过来 那也翻译成道 所以道品 道品的道 也翻译成道 那Pachika 它原来是什么 鸟的翅膀的意思 那鸟的翅膀 延伸的意思 可以作为什么 作为功力 也就是什么 你要从这个地方 飞行到 另外一个地方 必须要有 能够帮助我们 从此到底的 工具 所以呢 用鸟的翅膀 飞到什么 我们想要到的 目的地 所以 它延伸的意思 有工具的意思 另外 鸟的翅膀 是鸟的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呢 延伸的意思 有部分的意思 所以呢 也翻译成分 菩提分 菩提姿 那就是什么 整体的一部分的意思 就像我们的身体 肢体 比如像手 脚 都是什么 身体的一部分而已 所以Pachika 由鸟的翅膀 延伸工具 延伸部分的意思 那么合起来的话 一般看到的旨意 可以翻译成 菩提的要素 也就是所谓的 菩提分 菩提的要素 或者是觉悟的要素 或者是跟菩提相关的事 也就是要成就菩提 必须要修学的相关的事情 进一步的说 那也就是觉悟的道路 觉悟的道路 觉悟的方法 有37种 修行的方法 能够达到觉悟 也就是说 为了追求智慧 进入灭盘境界的 37种修行的方法 灭盘的境界 听起来好像 有的人可能知道 有的人可能不知道 甚至于在大圣佛法里边 对灭盘有相当丰富的 苗素形容 但是这边我们还原到 最原始的意思 所谓的灭盘 Mirvana 就是烦恼完全断除的状况 烦恼完全断除的境界 那烦恼完全断除 烦恼跟智慧 是什么 开发智慧 烦恼自然消减 所以 可以说是 为了追求 开发智慧 而能够达到 烦恼完全 灭除的境界 透过这37种修行的方法 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 所以呢 37道品又称为37菩提芬 我们刚提到那个 鸟的翅膀有工具 有部分的意思 那也有翻例成什么 37觉知 因为body也有觉的意思 知的话就是部分的意思 肢体部分的意思 或者翻例成37助道法 37品道法 总而言之 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达到开发智慧 减少烦恼 乃至烦恼完全断除的37种修行方法 那这个就叫做37道品 一行这37种方法而修行的话 那就可以达到菩提 所以称为菩提分法 在据色论里边 据色论 是 世青菩萨 维世学的 可以说是维世学 非常重要的主事之一 世青菩萨 他在刚开始出家修行的时候 他是在小圣佛法修行 那后来受到他的哥哥 吴祖菩萨的影响 回小向大 改成修学大圣佛法 而发愿弘扬大圣佛法 那么在他回小向大之前呢 他曾经写过一部据色论 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是佛法的 那个 盖论吧 把那个 布派佛教时期的 佛法 分门别类的 次第性的 系统性的 整理 所以叫做据色 据色的意思 Koshia 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宝藏的意思 也就是把佛法 像宝藏一样的 把它整理成一部论点 那就叫做 据色论 在据色论里边的 第25卷 这边 Cbeta的话就是 电子佛点 然后那个T的话是 大阵上第29侧的 132页的中南 因为每页的话有 上中下南 那在中南的地方 诸位有兴趣 把出处记起来 然后可以那个 找回原点来看 如果有兴趣的话 在据色论里边 有这么一段话 说到 无名 睡名 皆永断 无名 名的话是智慧 无名的话是什么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那也就是什么 是愚痴 是烦恼 所以无名 也是烦恼 另外的一个名称 那睡眠呢 在经典里边 经常把觉悟 跟明的状态 用睡眠跟觉醒 来做 对照 作为比喻 比如像 还在生死 当中 也就是还没有解脱 生死以前 就好比什么 好比还在睡觉一样 还在睡梦当中 而且形容什么 生死大梦 或者是 形容像那个什么 醉生梦史 还沉沦在 生死轮回当中 还没有解脱的众生 用睡梦 来比喻 就像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常常会有做 做梦的状态 而自己在做梦的时候 经常什么 很多时候 我们会有这样的经验 你自己在做梦的时候 梦中 你以为是 真实的在经历 真实的在经验 也许 我们现在 就正在梦中 也不一定 是不是 那个黄梁一幕 这个 中国的那个 传奇故事 黄梁一梦 那个 主黄梁 主一顿黄梁 居然就 在梦里边 就经历过一生 从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进京考试 到那个 高中 高中 状态 然后 启曲 升职 升职 到高官 然后到什么 一生 结束 煮 那个煮一顿黄梁的 时间 就可以经历一生 就是在睡梦中 他就煮 那个煮黄梁 煮煮煮 然后就睡着了 等到醒过来的时候 那个黄梁 正好煮熟 可是在梦里边 他确实经历一生 那这个就 就比喻什么 比喻 就是这边 那个睡眠 睡梦 也就是众生 还在睡梦的 生死 大梦 还没有觉醒 那如果 从睡眠当中 觉醒过来的话呢 那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Bodhi 是觉醒 觉悟的意思 或者是 Bodhi 是已经觉醒 已经觉悟的人 那就是 佛陀 所以 第一个 这边提到 无名睡眠 皆永断 不但断 而且是什么 永远的 彻底的 断除 第二个 如实知 如实知 知什么 如实知 一切法 的真实相 也就是 如实的 知道 真正的 经验到 体验到 体振到 一切 的 存在 不管是 自己的 生命 生命状态 也好 或者是 我们所处的 环境 也好 一切一切的 真实的 相貌 因为经常 我们还没有真正 断除烦恼 以前啊 我们习惯于 以 自我 来 看待 自己的身心状况 看待 看待什么 你所处的 环境 总是 免不了用 那个 扭漆的 眼镜 扭漆的 眼光 有色的 眼镜 来 认识 自己身心的 状况 认识 外在的 一切 所以 你所认知到的 不管是 自己的身心状况 或者是 外在的 一切存在 都不是 真正的 所谓的 如实的状 如他 真正的 状态 叫做 如实相 或者是什么 诸法实相 那因为有烦恼 因为还有自我 所以你所认知到的 都是什么 都不是 真正的 他的 原来的 样貌 包括 对自我的认识 那个不是 有时候会听到 有人说 你这个人 自我存在感 很好 有没有 自我感 自我 自我感觉 很良好 但是别人 不一定觉得 是不是 那这个是什么 别人对你的 感觉 对你的认知 跟你对自己的 感觉 对 自己的认知 乃至对自己的 评价 事实上是什么 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 对方所认知的 如实之 你所认知的是 如实之 怎么会有 不一样的状况 不一样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 有误差 那有误差 那就不是 如实之 因为 你用自我中心 在认知 对方 对方用 他的自我 中心 在认知 另外的 用 另外的人的 自我中心 那么所认知到的 都是什么 你个人 所认知 但不是 如实之 所以呢 能够 无名 睡眠 皆 永断 能够 如实之 那这个就叫做什么 叫做 Bodhi 就是觉 而 三十七法 顺区菩提 也就是 有三十七法 可以 顺着菩提的方向 而 朝向 菩提的 目的 事故 皆明 菩提 分法 这个是在 据舍论里边 提到 反过来说 也就是 三十七 菩提 分法 可以帮助我们 达到 无名 睡眠 皆永断 以及 能够帮助我们 达到 如实之 实际上 也就是什么 如实之 诸法 实相 诸法 真实的状态 那 唯有 彻底的放下 自我中心 彻底的断除 我直 你才能够 真正的 认知到 诸法的 实相 所以 菩提 啪 也称为 飞向 觉醒的 翅膀 或者 通往 觉悟之路的 地图 或者 也有人 把它 诠释为 阿罗汉的 足迹 阿罗汉 这里的阿罗汉 指的是什么 也是 佛陀的 十种 名号之一 有没有 诸位如果 有参加过 那个 大忏悔文 就是 巴斯巴佛的 那个 受念 像 像在 寺院里边 晚课 的话 会 送 巴斯巴佛 大忏悔文 里边就提到 就有那个 佛陀的 十种名号 那可能就不会觉得 陌生 那就是 阿罗汉 那 阿罗汉的足迹 阿罗汉的足迹 要做什么 就是前面提到的 追随 觉者的足迹 而通往什么 觉悟的道路 这是我们 学习 三十七道品的目的 所以呢 我们把它 整合为 追随 觉者的足迹 通往 觉悟之路 好 这个是对 菩提 帕奇嘎的 解释 那么 三十七道品 刚刚我 稍微翻了一下 只有 极少数的 极位啊 能够把 那个三十七道品的 那个 几大项目 写出来 那你们现在 就趁这个时候 能够记的话 你们就记一记 三十七道品 总共分成 几大类 第一大类是什么 第一大类是什么 刚刚 写出来的 是什么 四念处 然后第二大类呢 四正情 再来呢 再来 还有呢 你们是推代表 好 七觉之 八正道 算看看 加起来 是不是 三十七 七大类 那我们再来看内容 四念处的内容是什么 就不要太为难你们了 好 我们 那个大类浏览过 深念处 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一次 明后天的主题 深念处 受念处 心念处 法念处 也就是深受心法 四正情 还没有生的恶 不要让他生起 已经生的恶 赶紧 断除 还没有生的善 赶紧令他生气 已经生起的善 要令他增长 还有四如意足 五根 有五根产生的力量 那就是五粒 再来 七觉之 八正道 总共是37个项目 而我们刚看到的37个项目 在37道品里边 是佛陀在他一生的教化当中 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 对弟子们说的七主的修行法门 也就是分散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乃至于不同的经典里边所看到的 并不是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一次的把37道品 七类的37道品 整个介绍出来 而佛陀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时间 介绍七主的修行法门 那以这七主的修行法门 作为趋向菩提觉悟的修行的一句 也就是说在佛陀的一生之中 并不是在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时间 或某一部经典里边 完整的宣说所有的37道品 比如诸位最熟悉的八正道 因为一开始学佛 甚至你们如果有上过学佛舞讲 上过圣言书院的课 学佛舞讲的课程的话 最基本的八正道 应该是不会太陌生 比如八正道 就是佛陀出转法轮的时候 也就是佛陀最早 从完工出来的时候 然后经过六年的苦行 最终发现苦行 并不能真正得到究竟的解脱 所以后来在无言禅合 入义之后接受 入义之后 度合到菩提家也 修行 那个菩提家也的那个什么 那个菩提树下 最后 正得 就近无上菩提道 那当他成道之后啊 他最早 想到的是什么 想到 渡化 曾经追随他的 五位四者 有没有 他五位四者跟随他 从完工出来 然后最后 跟他修行了六年的苦行 最后看到佛陀居然 那个去 楼莲藏河 沐浴 然后接受 沐浴泥的 供养如鸣 以为佛陀 那个因为 在佛寺那个时候啊 那个普遍 都是以修 苦行 为主 而佛陀居然 舍弃 苦行 以为佛陀 已经放弃 修行 已经堕落 那个时候还不叫佛陀 叫西达多太子 所以 五位四者就 舍弃了 西达多太子 离开 那后来 佛陀 成道之后啊 他首先想到的是 那个 感恩这几位四者 陪伴他 从完工出来 陪伴他 几年的苦行啊 所以他就 想到 已经成道 那么最 先要来度化的 那就是这 五位四者 所以后来 佛陀又 那个到 路也宴 初转法轮 有没有 初转法轮 就是度 这五位 四者 也就是 五位比丘 那初转法轮 这边是 三转法轮 那总共 三 三转 那初转法轮的时候 事上 说的就是什么 四圣地 而四圣地 苦圣地 苦极圣地 苦灭圣地 然后呢 道地 道 道地 讲的就是什么 八正道 所以呢 比如八正道 也就是佛陀 初转法轮的时候 说的 内容 那么四面处 的话是从 面处经 里边 出来的 所以这边 主要要说明的是 三十七道品 并不是在 同一部经典里边 佛陀在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 同一部经典里边 宣缩的 而是什么 在不同的实地 宣缩 而编辑在 经典里边 因此 可以把 三十七道品 看作是 佛陀 教导 弟子们 如何走向 觉悟 知道的 一套 教法的 选集 或者是 全集 那这七组的 修行项目 在 圣典里边 它并没有 一定的 出现的 顺序 不过 在修行上 它却是有 先后的 顺序 我们后面会说明 为什么是 那样子的 顺序 就是说在 编辑的时候 为什么是 那样的 顺序 因为 基本上 佛陀说法 是什么 印记的说 有人问 或者是 有人遇到 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困难 有人问的时候 佛陀 印 时机 印 当时的 时间的 那个 时间的状况 也就是时机 还有什么 印 问的人的 根基 也就是 问的人的 那个 各种的 条件 包括修学的程度 包括 他的 生命经历 生活经验 等等的 根基 而说的 是应基 而说的 所以 可见得 那个佛经 基本上 是 佛弟子 向佛陀 请义 或者是佛陀 针对 不同的 弟子们的状况 而说 所以呢 三十七道品 在经典里面出现 它并没有 一定的 顺序 好 下面我们介绍 三十七道品的 重要性 在 大波日经里边 大波涅槃经 大波涅槃经 涅槃 尼尔巴纳 那个 刚刚提到 尼尔巴纳是 烦恼完全断除 而波涅槃 一般 指的是什么 那个 往生 原籍 那就是 佛陀在 往生 之前 对 弟子们 最后的 教导 最后的 交界 那 下面 有一段经文 我们看 朱比丘啊 我告诉你们 这些 我亲之 亲正 各位看到 诶 经文 开头 是朱比丘啊 那 有人 也许想说 那就跟我没关系 你们觉得有关系吗 因为 佛陀在 那个 入涅槃之前 他的身边 跟着的 出家弟子 所以佛陀在 那个 教导的时候 对着 当前的 当机众 也就是 比如像 在坐 在 到场 现场的 那个 听众们 是 在家 男女 二众 那 我当下 在跟你们 打招呼的时候 我就说什么 诸位 菩萨 大家 阿弥陀佛 那如果 有法师 在的话 那我就会 称什么 那个 诸位 法师 诸位 菩萨 阿弥陀佛 那如果是 比如像 全部都是 出家人的时候 比如 我在 生且大学 教课的时候 那个 到了 基本上 到了三四年级的时候 那个一年级 进来的时候 除了 极少数 极少数的 那个 的那个 试 法师之外 基本上 都是什么 在家局势 然后到了 二年级的时候 一年级 升二年级的时候 就 大部分 是 落房 出家 可能有少部分 是还没有出家的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 是 全部 都已经出家 四年级 或者是 禅学系的 五年级 六年级 那这个时候 我的称呼 就不会说 诸位菩萨 我就会称呼什么 诸位 法师们 同样的道理 佛陀在 入涅槃之前 追随在他 眼前 左右的 那就是 比丘 弟子们 所以他称呼 就称呼 诸位 比丘们 那 拜患 如果是 都是 诸位 菩萨们 的话 那佛陀 可能会说 什么 三男子 三女人 是不是 那或者是 就 诸位 弟子们 所以呢 不要想说 很多经历 开头 尤其是 原始经典 阿含经 很多都是 一开头的时候 就是 比丘 所以 代换成 对每一个人讲 对每一位 有心 想要修学佛法的人讲 就好比 又有一笔 就像我们以前 跟着师傅 打残器的时候 很多人在心得 分享的时候 都会分享到 很多人 有共同的经验 是什么 会发现 师傅讲的 开始 都是在 对我讲 如果你能够 这么觉得 诶 那个 上课也好 或开始也好 你能够 真的觉得 诶 这个就是在 对我讲 就是正好 讲到 我的问题点 烧到 你的养处 那这样的话 习 课程 听下来 对你 猜 更加有 帮助 因为有的人 边听的时候 就会想 诶 这个是在 讲 某某人 诶 这个是在 讲 那个人 这个是在 讲 这个人 那讲了半天 都是在 讲别人的 问题 没有讲到 自己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 你听佛法 你就像什么 听得很 那个 听到 需要很多把 你的心里边 很多把的词 那这个词 都是拿来什么 量别人 而不是 拿来量自己 那当你 能够听到说 就像刚提到的 那个 我们 打产期的时候 很多人分享 师父的开始 好像就 讲到 我的心坎上 讲到的 就是 我的问题 那这样 师父的 开示 才能够 真正对你 产生 真正的帮助 因为正好 你觉得正好 讲到你的 问题点 那你才能够 根据师父的 指导 而来 反省自己 检讨自己 修正自己 调整自己 所以呢 那个下面 虽然经文 是比丘能 但是 带换一下 比如像 某某人 比如像 佛丽菩萨在听 你就想 佛陀说 佛丽呀 我告诉你 这些是我 亲知亲政的 并且向你 开示过的教法 就带换成 是在对你讲 那这样子的话 对自己的修学 才比较有帮助 这个是学习的 心态 怎么去调整成 对自己 最有力的 的那个 心态 态度 好 这边佛陀说 我告诉你们 这些 我亲知 亲政 也就是我亲自 练习过 亲自实践过 亲自体政过 同时又向你们 开始过的 这些教法 这些都是 你们 应该要彻底 学习 培养 发展 并且要经常 休息的 这样的话 唯有如此啊 亲近的犯恨 犯恨 才能够建立 并且能够 流传 久远 亲近的犯恨 如何建立 就好比 我们这边没有挂 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 在后面 人的品质 要提升 净土要建立 要怎么提升 要怎么建立 净土 当然是从自己做起 是不是 不是 你听了 学了之后 来告诉别人说 你应该要提升 人的品质 你的 你的品质 实在太差了 你要提升 人的品质 但是梦了半天 自己不用提 不用提升 是别人要提升 所以这边提到的 亲近犯恨的建立啊 必须是什么 每个自己 每个人 每个自己 每个我 对 佛陀所教的教法 能够什么 依教奉行 依所教导 佛陀所教导的教法 来实行 来实践 那这样的话 个人的 亲近犯恨 才能够建立起来 每一个个人的 亲近犯恨 建立起来的话 那就是什么 整体的亲近犯恨 就能够建立起来 那唯有 亲近犯恨 建立起来 正法 才能够久住 否则的话 说 正法久住 正法久住 太抽象 太空洞了 怎么让正法久住 唯有修学 实践 体正 正法 才能够久住 让大众得到 安乐跟幸福 诸位啊 这些教法 究竟是什么 佛陀亲知亲政 乃至 乃至 已经 教导过弟子们的 这些教法是什么 能够让我们 建立亲近犯恨 能够让正法久住 能够让我们 得到幸福 得到 安乐的 这些教法 是什么呢 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 四面处 四正秦 四如以足 五根 五立 七觉知 八正道 加起来 也就是 也就是什么 三十七道品嘛 因此 诸位 我告诫 你们 聚者必散 因为 我们刚刚提到 这些经文内容 是从哪里来的 大波涅槃经嘛 那也就是 佛陀入涅槃 之前的教会 教导 所以 佛陀提示了 这些教法的 内容 重点之后啊 又特别提醒 告诫弟子们 聚者必散 因为佛陀一起的生命 即将终了 所以在这里 那个 等于是 现身说法 那个 提醒弟子们 聚者必散 所谓的聚者必散是什么 包括什么 包括 内在的 因缘 会消散 会变化 会消散 外在的 因缘 会变化 会消散 内在的因缘 指的是什么 我们个体身心的 生命果报体的 这个现象 不离因缘 不离因缘的 组合 也就是 重缘 聚合 之物啊 必当消灭 重缘 聚合 之物 包括 我们的 身心 现象 包括 我们的 身心 现象 也就是我们的 生命 现象 你从 那个 生命 生命体 包括 那个 射身 从 出生 到 今天为止 不断的在变化 不断的在变化 也许你以为 进教室前 跟进教室 跟现在 你还是你 但是 进教室前的 你 跟现在的 你 真的还是 同一个 你吗 你的 射身 在 新陈 在新陈 代谢 你的 呼吸 吐出 一口气 吸进来的 一口气 已经不是 原来的 那一口气 然后再 吐出 一口气 再吸进 一口气 你的 整个 射身 是在 变化 距离太近的话 不容易发现 但是你如果把 照片 拿 拿照片 那个 前一阵子 我听到 有一个 蛮好玩的 例子 在那个 六三级 听到一个 菩萨在说 大概对 年纪 大了之后 对 有的人 对自己的 射身 很放不下 你就 红软辨 拿照片 我年轻的时候 大概 六七十岁 可能七十几 七十 七十几岁的一个 的一个 也不算是太老的 老太太 七十几岁 那个 我们现在来 七十几岁 不算太老 是不是 那个 外貌 有时候 真的是看不太出来 但是 看得出来 已经是六七十岁 可是 就是很 六七十岁 大概不是有老人 但就是有咒文 等等 反正就是那个 从外表 从外向上 还是看得 看得出来 已经 年纪已经不轻了 但是 我年轻的照片 是这样子 那 感觉上 好像是 很希望 那个 看到照片的人 赞叹 你年轻的时候 很漂亮 这个是 反正总而言之 我们的色身在变化 从你出生到现在 为止 色身不断的在变化 而我们的 心 是不是在变化 一样在变化 你说 此心 此心不变 有可能 有不变的吗 我们的念头 起起灭灭 那个 诶 那个什么 论典里边 提到什么 一坛子 六十刹那经过 一刹那的话 就是 一个念头的生灭 那一坛子的话 有六十个念头的 生起 又灭去 生起 又灭去 生跟灭 是一个念头 一个 一个刹那 那 我们能够觉察到的 事实上是相当粗的 比较细微的 那个念头的 那个生灭啊 那个 我们心 平常心太乱 事实上不太容易 觉察到 但是论典里边 告诉我们 那个 一坛子 六十刹那 生灭 也就是 六十刹那经过 也就是念头 有六十个起灭 那 你说你 前一念 跟后一念 既然叫做前念 叫做后一念 表示这两个念 并不是同样的念 所以他不断地在生灭 生起灭去 生起灭去 而我们的心是什么 我们的心就是这些念头的组合 所以事实上 不管是 我们的身心现象 生命现象 乃至于我们所处的环境 人际关系也好 那个 各种的现象也好 都是什么 因缘 和合 因缘条件的 组合 而 呈现 暂时 稳定性的存在 那这个因缘条件 一变化的时候 这个暂时稳定性的存在 它也会随着变化 乃至 因缘消散的时候 随着 那个 消散 所以 佛陀最后告诫 聚者必善 也就是 众缘聚合的 一切存在 不管是 内在的生命 以及外在的一切存在 都会什么 必当消灭 因为诸行无常 所以呢 最后 佛陀 勉励大众 认真 努力 用功吧 因为 聚者必善 那 努力用功什么 努力用功修行 三十七道品 就是 这边提到的 那个 佛陀所教的教法 好 在扎寒经里边 有三个 比喻 很有趣的三个比喻 胡姬 应暖 辅刻 渐进 疼醉 剑断 用来 比喻 勤修 三十七道品的 重要性 我们休息 五分钟再继续 刚提到在 《扎寒经》 是 早期佛教的经典 收集在大政杖的第二侧 诸位有兴趣 可以翻出来看 或者是 那个 电子佛典 三个比喻 来比喻 勤修 三十七道品的 重要性 而这 三个比喻 说明 第一个 如果不 精勤 的来 修习 三十七道品的话 那么 纵使 你 很想 得到解脱 很想 求得解脱 但是 你又不 精进的 来修行 三十七道品的话 那是不可能 得到解脱的 不能得 漏尽 漏的话是烦恼 烦恼没有办法 断除 唯有烦恼 断除 才能够 得到解脱 而 既不想 也不 确实的 来 精进的 修习 三十七道品 又想要 得到解脱 有这样的 事吗 所以这边 这三个 比喻 我们待会 会来看 简单的 看一下 浏览一下 经文 相反的 如果 能够 勤修 三十七道品 的话 就算 你心里边 没有想到 要不要得解脱 的问题 但是 因为 你 勤修 三十七道品 也能够 顺得 漏尽 解脱 顺的意思是什么 朝向 烦恼 完全 断除 而得到 就近 解脱的 方向 乃至 最终 达到 那个目的地 所以 这三个 比喻 我们下面来看 不修习 三十七道品 终不能得 落尽解脱 在 雜痕经 里面 提到 不修 方便 随顺 成就 方便 随顺 成就 指的是什么 成就 什么 成就 断烦恼 也就是 漏尽 成就 想要成就 断烦恼 那就必须要 什么 顺着 断烦恼 的 方向 来 修学 修行 所以 不修 方便 随顺 成就 而 又 很用心的 希望 能够得到 猪肉 尽 也就是 各种烦恼 能够断除 而能够得到 解脱 当之 这样的状况 这样的人 终不能得 漏尽 解脱 所以 这和 为什么 为什么 佛陀 一开始的时候 就说 如果不修 方便 随顺 成就 的话 想要得解脱 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不修习的缘故 那不修习什么呢 不修习 念处 正情 由一族 根 立 绝 道 也就是 七大类 三十七种 修行 方法 因为不修习 三十七道品 所以 真不能得 漏尽解脱 所以 经文进一步 比喻 伏肌 应暖 什么叫伏肌 应暖 譬如 伏肌 生子 众多 就是母鸡 下了很多蛋 事实上 所谓的伏肌 就是 诸位想看看 那个头脑里边 那个 自己画图 构图 就是 母鸡要 孵蛋的时候 它不是要 孵蛋的上面吗 所以是伏肌 应暖 应的话是什么 庇佑 敷暖的意思 是伏肌 应暖 母鸡 下了很多蛋 如果不能够随时 应暖 随时的 那个 敷 敷在 蛋的上面的话 消息 温暖 也就是什么 那个 因为没有 恒常的 随时的 来那个 敷 他所下的鸡蛋 所以一下子冷 一下子又什么 一下子敷 一下子不敷的话 那就是 敷暖 敷 敷暖 敷不暖 那这样的话 又希望 这些 鸡蛋 能够什么 在 这些小鸡仔 在蛋里边 在那个暖里边 能够用自己的嘴 自己的那个什么 那个 爪 来什么 拙破 从里边 把那个鸡蛋 的壳 把它拙破 而出壳 有这样的事吗 母鸡 一下子敷 一下子不敷的话 那 时间久了 就变什么 这个蛋 大概也不能 大概也不能 也那个什么 因为一下子 一下子暖 一下子不暖的话 像我们 一般的 东西 一般新鲜的东西 你放在室外 那个温度 一下子放 放在冰箱里边 一下子拿出来外面 很快就怎么 东西很快就会坏掉 所以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些鸡蛋就变成什么蛋 变成坏蛋 臭蛋 是不是 所以 当之 第二行这边 当之 鼻子 无有之力 堪能方便 以嘴 以爪 安稳出壳 为什么 因为 就是 这些 这些那个鸡蛋 它可能 就是说 一下子敷 一下子不敷 它可能 慢慢的 有些可能 成型 但是又不 又不完整 还没有 敷到一定的 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那里边的那个小鸡仔 它没有 自己没有能力 来用那个嘴跟爪 来把那个壳拙破 所以这边 问 为什么 以比基睦 不能随时应暖 能暖 长养子顾 不能够随时随地的 来孵化 一下子孵 一下子不孵 的话 那这样的话 是无法 让那个小鸡仔 从 那个暖里边 出身 破壳而出 如是 比丘不勤修 随顺成就 而欲令 得 漏尽解脱 无有四处 为什么 不修习故 不修习什么 不修习 三十七道品 所以这边的 不勤修习 就好比 冷肌 不能够随时应暖 温暖 长养 就是经常的 那个来孵化 保持一定的温度 那这样的话 那个鸡蛋 没有办法 最终没办法 破壳而出 而我们呢 也一样的 你 不修 或者是 一下子修 一下子不修 无法持续 精进的来修 修 修 辞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一样的 无法从什么 无名的 壳里边 破壳而出 所以我们在 禅中在比喻 那个 断除烦恼 那个 民心见性 常常也会用 那个什么 破壳而出 来形容 就是从那个 无名 很坚硬的 那个无名壳里边 那个 破壳 破无名壳而出离 生死 那么如果 勤修 道品的话 终不义令得漏进解脱 而自然漏进 就是前面提到的 勤修 三十七道品 就算 你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解脱不解脱的问题 但是因为勤修 三十七道品 那个水到其成 自然而然的 那个 因缘俱足的时候 那就能够什么 断除烦恼 而得到解脱 所以经文又提到 若比丘 修习 随顺 成就者 虽不欲令 漏进解脱 而比比丘 自然漏进 心得解脱 所以者和 已修习故 修习什么 修习四面处 修习三十七道品 同样的 以伏肌应暖的比 前面那个伏肌应暖是什么 是那个 一下子孵 一下子不孵 那这边 要让 他的基仔 小肌破壳出的话 必须要什么 比伏肌 散养 其子 随时应暖 散养 也就是善于 那个来照顾他的那些 所下的鸡蛋 而且要随时的 那个敷在那个暖 暖上面 冷暖得锁 就是温度 维持 维持 适当 正负不 亦令 子方便 自助暖 出啊 燃其 诸子 智能 方便 安稳出壳 为什么 因为 比伏肥肌 随时应暖 能暖 得锁 的缘故 同样的 比丘 如果善修 也就是修行人 善修 方便 的话 那就能够 一样的 能够达到 自然漏境解脱 而所修的内容 一样指的 三十七道品 这个是 晴修的 例子 再来 第二个例子 辅科 渐进 同样的 那个经文 继续 往下看 譬如 巧思 巧思弟子 巧思 也就是什么 类似于 那个公益 做公益的 做手益的 做公益 做手益的 那个师父 跟弟子们 那 手拿着那个工具 斧头 磕的话 是那个饼 就是那个斧头 那不是会有 那个 藏饼吗 那当然那个 工益师 手益师 不一定是 不一定只有拿斧头 那 在阿含经里边 我们看到的就是 用斧头 来做 做那个工益的话 那 抓之不已的意思 是什么 经常抓 因为就是 这个就是他的专业 他的 他的工作 所以 在做那个 做那个工益的时候 必须要经常 拿着那个斧头 那 经常抓着那个 那个斧头的那个 把柄 抓之不已啊 见见 为敬 手指 出现 也就是经常抓 经常抓 抓久了以后 木头的那个什么 那个 手抓的那个位置 会越来越什么 凹 那个 凹陷 有没有 然比不及 虎科 为敬 而 敬出现 就是 每天拿 每天拿 那个 抓的那个地方 渐渐的那个 渐渐的凹陷 不太容易发现 除非你 一段时间 那个 拿来做比较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那也就是什么 事实上我们精进的在 用功的时候啊 你逐渐逐渐身心越来越安定 烦恼越来越减少 智慧越来越开发 那个 你经常在用功的状态的时候 你不太容易觉察到 但是实际上 我们是 不断的在进步当中 那如果说 有人一段时间没看到你 那个 隔一段时间再看到你的时候 会发现 好像整个展现出来的 的那个威仪气质 自然就会很不一样 那你如果 一天到晚经常看的话 当然不容易觉察 所以这边提到什么 然比不绝 辅刻为尽 也就是逐渐逐渐的在 在那个什么 那个 凹 那个凹陷下去 但是实际上 它是在凹陷的 如是 比丘 精勤修习 随顺成就 不自知见 今日 而所漏尽 明日 而所漏尽 也就是 当一个修行人 他非常精进的在 修行 随顺 成就漏尽的 那个教法的时候 自己很精进在用功的时候 自己 不会去觉察 那个自己 今天烦恼 有没有减少一点 比如像 如果诸位有念佛 或禅修经验的人 你正在用功的时候 你的心在哪里 心在你的方法上 是不是 那你如果 做了一字箱 做了那个 一字箱30分钟 我们下礼拜六 就有一个禅医 欢迎诸位来 解形并重 我们现在是讲观念 教方法 但是你如果没有实际练习 没有实际应用的话 那都还只是停留在观念上 那如果你 还没有经验的话 就欢迎礼拜 下礼拜六 共同来体验 那就是刚提到的 你如果 坐下来 你真正很用功的时候 事实上 你很专注的 把心安住在你的方法上的时候 你不会想到说 我刚刚怎么 好像做的一只好香 或我刚刚做的很不好 当你动了这样的念头的时候 你的心在哪里 已经离开方法了 已经不在用功的状态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你正在用功 很精进的在用功 全身心投注在你用功的当下的时候 你不会去分别 不会去分别比较 我今天 用功的成果怎么样 然后再隔一天 用功的成果怎么样 但是正因为你精进的用功 所以呢 烦恼逐渐减少 身心逐渐的安定 那等到一只香下来之后 甚至于一个修行 比如像一天的禅修结束之后 或者是七天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几天下来 自己整个身心的负担 就说那个 因为身心安定 身心安定 你会感觉到身心是清安的 是没有负担的 那这个一定会知道的 但是正在用功的当下 不需要去分别比较 因为正在用功的时候 你在分别比较的时候 那就表示你当下 已经离开在用功了 所以这边 这一段经文 同样的下面这一段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修习 三指七道品的缘故 好 再来第三个比喻 腾醉 剑断 譬如大伯 就是那个 大船 停在海边 长时间的 停在海边 风吹日晒 那船要停在 海边的话 你不把 用那个 舍索把它捆绑起来的话 那风一吹的话 那个船会跑掉啊 所以 船停下来的话 基本上会用什么 用那个 诸位 这边有海边 那个看到那个船啊 大概都要绑 有没有 那个 好像这里 有码头 那个 反正就是那个 不管是大船 小船 总之船 停 停在海边 停在码头的话 一定要绑 那这里的腾醉 也就是什么 用腾做成的 那个绳索 捆绑 大船 那经年累业的 那个 长时间的 曝晒 风吹 日晒 逐渐的那个 腾醉 也就是那个 用腾做成的 那个绳索 逐渐的会怎么样 会那个什么 腐蚀 然后断掉 所以是腾醉 渐断 同样的 比丘精进修行 随顺成就啊 那么一切的劫夫 烦恼 死 惨 见得解脱 这里的 劫夫也好 死也好 烦恼也好 惨也好 事实上都是什么 烦恼的 烦恼的那个 同一一名 不同的 烦恼的不同名称 或者是无名烦恼的 不同名称 那因为精进的用功 那么逐渐的 像 就像那个什么 捆绑 捆绑大船的 用腾 腾是一种非常那个什么 非常坚韧的一种 一种那个 做成绳索的一种材料 那就像我们的烦恼 就像那个 腾做成的那个绳索 把我们捆 捆绑住了 让我们不得自在 不得解脱 那能够精进的修行 三十七道柄 持之以恒 不断的精进的修行 三十七道柄的话 那么捆绑着我们的 无名烦恼 让我们不得解脱自在的 这些无名烦恼 就像神索一样 它会慢慢的 逐渐的那个什么 断裂掉 或者是腐蚀掉 那总之 逐渐的断 那最终完全断除的话 那就是什么 得解脱 同样的经文 同样是说到 修习什么内容 修习三十七道品 这个是在 扎寒经里面提到的经文 好 三十七道品 不是小圣法 因为很多人 那个把三十七道品 看成是小圣佛法 而对三十七道品 没有什么兴趣 没有什么修学的 耗耀之心 那这边的话 我们就来看 三十七道品 到底是不是小圣法 我们下面用 大制度论的资料 大制度论的第十九件 在大阵仗的第二十五册 一样的可以 那个Cβ 电子佛典也可以找到 因为现在电子佛典 太方便了 那个上网就可以查到 所以我没有用 没有用经文的讲义给你们 是想说 你们抄一下关键字 然后就可以上网去找 这样的话 有心想学的话 那个 自然会去找 来不及抄的话 那也不会浪费太多 那个资源 好 在大制度论的第十九卷里边 有一段话提到 波尔波罗密 儒科研品中 也就是什么 波尔经的 大圣品里边 佛说 四面处乃至八圣道 也就是从三十七道品的第一大类到第七大类 那就总共七类三十七道品 是什么 磨合眼 磨合眼 广文是 马哈亚纳 马哈 磨合 大小的大 亚纳的话是 交通工具 念成圣 所以马哈亚纳是大圣 也就是比较大的交通工具 可以载比较多人 这个是马哈亚纳 所以在大制度论里边 举 波尔经 佛所说的 三十七道品是 大圣法 三藏 三藏 三藏是什么 经典 绿典 论典 也就是把一切的 佛陀的那个 所说的教法 以及佛陀弟子 所说的教法 分类整理成 经历论 三藏 三藏 里边也不说 三十七道品 是 小圣法 小圣 磨合眼 磨合眼 磨合眼是大小的 小 一样的话是交通工具 也就是比较小的交通工具 债 债的人比较少 或者是 就是 只能自己做 不能债人 一样 三藏里边 并没有说 三十七道品是 小圣法 佛以大慈顾 说三十七 灭盘道 随众生愿 随众生因缘 各得 其道 也就是 根据众生所发的愿 根据众生的因缘 根据众生的根基 各得其道 也就是 随着众生的基 随着众生的缘 想要求生文的 生文 一般说是小 说是小圣 也就是那个 先想 求得个人的解脱的人 一般把它称为 生文圣 或生文人 就是想要 先求得自己解脱的 生文人 那就 修三十七道品 可以得生文道 众批之佛 善根的人 批之佛又成为 读觉 那就读 得 批之佛道 而求佛道 的话 修三十七道品 那就能够得佛道 那这个的话是什么 随众生的愿 还有众生的 根基的利盾 还有 有没有大悲心 也就是 发大悲愿 我们刚 刚那个 地藏法会刚 刚结束 地藏菩萨的愿 地藏菩萨叫做 大愿地藏菩萨 那大愿 大愿 什么是大愿 世上也就是 大悲愿力的意思 希望先 帮助人 不为己生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然后还有什么 众生度尽 我方成佛道 还有地义不空 世不成佛 这个都是什么 大悲愿心的一种展现 那这个的话 如果你发的是大悲愿心 你来修三十七道品 那么你能够得到的结果 那就是什么 修的就是菩萨道 得到的结果就是什么 佛的结果 成就无上佛果 这个是随着个人的本愿 还有根基的力顿 还有所发愿的差别 譬如在大制度论里面举一个例 很有意思 譬如龙王降雨 普与天下 与无差别 因为以前的人的 的那个认知观念 认为下雨是什么 龙王降雨 那就下雨 而下雨 他没有说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方 他没有说 我只要滋润这个地方 不要滋润那个地方 你只要在他的范围内 那就怎么样 普与天下 没有差别 但是呢 差别在哪里 接受 雨的滋润的 众生 根基有别 所发的燕有别 就好比什么 大树大草 因为他的根 比较大 所以呢 他吸收的自然就比较多 反过来 小树小草啊 因为根比较少 那他接收的就比较少 这个是什么 大树小树 个人根基 个人所发的 愿的不同 而不在于 以 有差别 我只要给你 我不给你 世上是什么 普与天下 是你自己接收的人 自己的根基的差别 就像前面提到 你求生文道 修三十七道品 你得到的结果 就是 生文道 你 求 菩萨道 就是发 大悲愿礼的话 你修三十七道品 得到的结果 那就是佛道 所以 差别在于 众生的根基根源 我不在于 三十七道品本身 还有 三十七道品的 那个 七大类法门 排列次第的理由 前面提到 佛陀 在讲 三十七道品的时候 不是同一时间 不是同一地点 不是同一部经典里边 而经典里边 原来也没有 所谓的那个次第 但是 编辑的时候 那个 结集经典的时候 有排列的 先后 那为什么这样的排列 我们一样用 大致度论 历史九卷 里边的一段文 来 看 那我们 比较快速的看过 有人问 有人认为 三十七道品 里边的 七大类 应该要先说 最后的八正道 为什么 认为 因为行道 然后 得诸善法 就好比 人要行道 然后才能够到达 某一个目的地 那现在 排列 把三十七道品放到最后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先说 试念处 然后才慢慢慢慢 说到最后 才说 八正道 这样岂不是颠倒吗 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原因 这个是 提问的人 这么问 那么回答 在大志顿里边提到 说 试念处 把试念处排在前面的理由 如行者到思索 也就是修行人 到老师那里 到师父那里 听到法时 先用念 念 奉文是 什么立地 什么立地 原来的意思是 记忆的意思 那么在佛典里边 经常用意念 或者是用意词 或者就只用念 或者 比如像思念处的念 就是用的就是 那个什么立地 或者是用词 词试法 也就是什么 意词 让他 不要忘记 词试法 试明 试试明 念处 好 所以这里 不管是用念也好 用词也好 实际上法人 用的是什么立地 原来的意思是记忆 然后再来 说试证情 的理由 词语 也就是词试念处语 从法中求国 故 精进行 也就是希望 能够有所成就 有所的结果 那就必须要 配合精进 我们后面会 说到试念处 如果不配合 试证情的话 很难 有所成就 所以呢 试试语 试语 试语 正情 再来 试如意足 多精进故 心散乱 进步的 色心调柔故 再来 五根 心调柔疑 生五根 五根 也就是 性敬 念定会 这个 稳步 详细看 等到 有因缘的话 那个 介绍到 每一类的时候 再来 比较 比较详细的 来说明 来不及操 没有关系 刚刚 刚刚告诉你们 那个在 大制度论的 什么地方 我们再自己去找来看 武力 有五根 五根增长 进一步的 产生 那个什么 能够遮除 烦恼的 力量 就好比 那个大树 力能 遮水 就好比 那个 我们要 那个 防水灾的话 造灵 很重要 是不是 所以是 大树 力能 遮水 那五根 增长的时候 能转入 生法 那 这个就是什么 力量 所以是 五根 五力 再来 七菩提分 得利益 得五力之后 然后接着分别 道法 有三分 就是把 七菩提分 或者称为 七觉知 分成 七个项目 分成 三 三类 第一类的话 是前三项 这三法 行到实 也就是在 修 修行 修行 修行的过程当中 心目 也就是有时候 心 比较沉寂 下来的时候 或者是 升起退心 或者是 提不起心力 有点 退堕 或者是有点 或者是 懈怠的时候 那修这三个 能令 我们的心力 再度 提起来 那接着的三个 行到的时候 心动闪 能射令地 也就是当你 那个心 太过活动的时候 太过活动的时候 基本上 叫什么 那个佛法的名相 叫做什么 散乱 有没有 心态 散乱 或者称为 吊起 反正 总而言之 就是 动来动 动来动去的 那个 繁动不止 或者是心 往外攀岩 往内 往外攀岩 往外攀岩的话 就受到 外境的影响 你的心 不自觉地 去追逐 外境的变化 那往内攀岩的话 是什么 念头追着念头跑啊 是不是 有没有 什么叫念头 追着念头跑 应该不难理解 比如像你 动了一个念头以后 你下面又想 那个 待会下课 快要下课了 这个是一个 可能我们 姑且把它当一个念头 然后 接着 跟快要下课 有关系的念头 我又追着 动了快要下课的念头 然后接着 下课以后 那个 很晚的 要 赶快 东西收一收 赶快 那个 赶快准备 那个回家 等等等等 念头 一个 一个 一个追着一个 那这个的话是什么 向外攀岩 向内攀岩 所以心是 动的 不安定的 闪闷的话 是心外 心动闪的时候 修这三个的话 可以能射 令定 射的话是什么 收射回来 然后让心 安定 这个是能射 令定 然后最后一个 念绝在二处 这个念绝 念绝之或念菩提芬 能够集散法 能够遮恶法 就好比什么 这个比喻 很有意思 那个 特别是我们 禅修的时候 尤其 礼拜六 要禅一的话 自己当一个守门人 守 那个舍什么 有利者凌入 对你有帮助的 你才放他进来 对你没帮助的话 不要放他进来 就好比你正在 用功的时候 有没有 那个 那个 心安住在方法上 动了念头 这个念头 对你没有什么 对你 对你的 对你当下的用功 没有帮助的话 那就要怎么样 那个舍弃他 所以这个 正在精进用功的时候 跟平常在用功的时候 都能够用得上 就是 集散法 遮恶法 对 修行菩提道 有帮助的 才放他进来 修行菩提道 没有帮助的 屏除在门外 这个是守门人的工作 还有 守门人还要注意什么 不但注意出入之外 还要注意什么 心末的时候 心沉寂下来的时候 心力提不起来的时候 要念三法起 也就是前面的这三个 然后呢 心闪的时候 心不安定的时候 要念三法色 第二组的三法 如色令定 好 然后 最后 得事法安稳具足矣 欲令 欲入涅槃 无为尘 行事诸法 事实 云为道 入涅槃 无为尘 事实上也就是什么 同样的 那个 有为的话是什么 谁 那个谁在为 为的话是造作的意思 是自我中心在 在那个起心动念 在造作 在以自我中心 以我执 对自我的执着 来 起心动念 来 造作 那 无为的话是什么 我执 习气 或者说 用现代的话 自我中心 自我感 完全放掉 那就是什么 不以自我中心来造 来造作 无为 那就是什么 烦恼完全断除 所以是 那个 涅槃 无为尘 好 在 应老 成佛之道里边 有一个寄送 四句话 佛说诸道品 总集 三十七 道同 随机意 或是 浅身别 就是刚刚 大制度论里边 所提到的 法 三十七 道品 就像那个什么 那个 谱与天下 与无差别 但是呢 众生的根基 众生所发的愿不同啊 所以有浅身的分别 是众生 根基 跟所发的愿 有浅身之别 但是 法并没有浅身的分别 所以 道同 随机 随着众生的根基 众生的因缘 众生所发的愿不同啊 而有浅身 但是 不是法的浅身 而是什么 众生 根基 因缘 的不同 好 最后 导论的部分 我们简单的 做一个结论 诸位都有这本书 都有吗 这本书的 那个后面这个地方 叫封底 封面的那个底部 那个现在先不看书 先看荧幕 那书的话下课之后 你们会回去再配合着看 那我们根据封底 所看到的文 提到37道品啊 因为是传统把它看成是赤地法 而不是顿悟法 也就是 有 有赤地性的 既然有 有赤地性的话 那就叫 就叫做什么 剑刺嘛 那就是剑法 那个逐 逐渐的剑 跟那个顿 两个是相对的 那一般把37道品 看成是赤地的剑法 而不是顿悟的法门 所以从古以来啊 那个中国汉传 中国的禅师 很少有人讲37道品 因为把它看成是小圣法 圣文法 所以呢 很少有人 有那个中国禅师 很少有人讲37道品 那么 我们的师父啊 在这本书里边 尝试着把 被看成是赤地法门的37道品啊 作为顿悟 顿悟法门的基础 因为 禅宗 中国禅宗讲 顿悟 民心见性 顿悟 但是 顿悟之前 必须有什么 有准备工作 有准备功夫 你如果完全没有基础 你一下子就认为自己是 那个大胜利根 自己是顿根 这里的顿是指那个顿悟法门的那个这个顿 也就是能够 马上学马上 立即的 民心见性 那个见性成佛 等等 那这个的话是什么 好高物远 不确实际 就好比 经常比喻 看到那个楼房 你只要做顶层 不要下面的这些 但是问题是 你如果没有足层足层的话 那个 就算 空中楼阁的话 就算现在科技再怎么厉害 未来有没有可能那个 只盖 就是盖的时候就盖那个最顶层 然后闲在半空中 有没有这样的 不晓得 好像有一部卡通是 空中之城 对 好像那个 那个日本有一部卡通 可是 它也不是永远闲在半空中啊 它还是会移动啊 还是会降落啊 是不是 所以事实上 主要要说明的是 即便是 中国禅宗的顿物法门 也必须要有什么 建修的基础 也就是 累积足够的资粮 因缘具足的时候 水到其成 就像 禅宗里边的那个 禅宗里边有很多的那个 故事 有人 那个扫地 扫地 然后 那个 扫到一块石头 啪啪 那个 撞到竹子 啪一声 然后就开悟 那我们每个人都来扫地好了 问题是 石头撞到那个竹子就能够开悟 是它之前曾经有过多少的 建修的基础 累积多少的 那个成就 成就它当下 开悟的资粮 而 因缘成熟 累积到足够的 程度的时候啊 水到其成 当下的因缘 不一定是 石头碰到竹子 撞到 那个竹子就开悟 如果是其他的 比如像他如果在 做其他的事情 比如像 讲课讲课 你们 那个因缘成熟 因缘具足 讲课讲课 那个麦克风突然 啪的一声 刚刚用那个 挂耳式的 突然啪的一声 就说 也有可能就开悟了 是不是 那因为是什么 不是麦克风让你开悟 不是那个石头 撞到竹子让你开悟 是用于 垃圾足够的什么 资粮 所以呢 顿悟之前 必须要有什么 有足够的基础 足够的 资粮 所以呢 在这本讲课里边 师父尝试把 赤粒法门 三十七道品 的赤粒法门 作为顿悟法门的基础 以及修行的 着手处 也就是下手的地方 否则的话 眼高手低 眼高 那个 我想 我要麻 我一接触佛法 一开始修行 我就一定要麻 一定马上要怎么样 马上要怎么样 但是问题是 你没有一个下手处 没有一个着力点的话 你只是空想 悬想 那个想要怎么样 想要怎么样 但是没有一个 着手处 用功的那个着力点 下手处的话 那你 你就无法累积足够的资粮 所以呢 把它作为顿悟法门的基础 跟修行的 左手处 下手处 着力点 那希望能够利益 更多不同 根基的 学佛者 那在这本书里边 特别探讨 修禅者 跟三十七道品的关系 那师父也在这本书里边 以独特的观点 解释三十七道品 赤地建修法门 跟禅宗顿悟法门的调和问题 禅虽然讲顿悟 但是涵盖建修 就像刚提到的 那个顿悟必须有建修作为基础 作为着手处 那这个三十七道品 可以作为顿悟法门的基础 甚至能够利益 不能顿悟建训的修行者 所谓不能顿悟建训的修行者 事实上换个讲法 也就是什么 你顿悟的基础 还没有累积够 那就必须要怎么样 累积足够的资粮 足够的基础 那就可以以三十七道品 作为那个基础 跟着手处 好 那今天到这里 预告 接着剩明天后天 两个下午 总共六个小时 我们大概预定介绍四面处 那四面处 准备分成几个重点来介绍 第一个是 修四面处的究竟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是希望能够得到智慧 再来是传统的四面处观 再来是大圣的四面处观 最后日常生活中的四面处观 也就是四面处是可以用在日常生活的 而日常生活里边如何用四面处 那这个的话是我们接下来的两次 即将要跟诸位分享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再来的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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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